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珠珮 我是主持人秦文 看到左上角的遊戲畫面 大家是不是以為 《俠盜列車手》推出了 歐洲中古世紀新版本呢 其實啊 這是一款致敬《俠盜列車手》 開放世界新作 雖然背景為中古世紀啊 不過裡面卻塞滿了許多有趣的梗喔 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怎麼會有人跑出來搗蛋呢 搶了人家的馬兒 還違規超速標馬啊 甚至還看到了維持秩序的騎士團 世界變成一團混亂 《俠盜列馬人》 就是這麼一款有趣的作品 遊戲採用了上帝視角 玩家將扮演無所事事的The Guide 在這個歐洲中古世紀開放世界當中 成為一個到處惹是生非的暴徒 你可以在這個世界當中 執行許多詭異且惡搞的任務 參加比賽 搶劫馬匹 甚至是參與宗教法庭 或是進行女巫的狩獵 玩家還可以雇用一個吟遊詩人 在遊玩過程中 當成是你的背景音樂播放器 如果你是玩過 俠盜列車手的玩家 一定能夠體會到遊戲中 滿滿致敬的哏 沒有玩過也沒關係 遊戲預定在2月18日 就要開始搶先測試 一起來體驗這款 有趣的開放世界星座 搶車搶腻了 大家來改搶搶馬兒吧 再熟过去 直接遊玩 直接玩下去 再熟了 finalmente